大家好,我是迅哥 在太平洋雅普岛上 有种酷似甜甜圈的怪石 长久以来都是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前面提到南岛人在3500年前 就从菲律宾到达了马里亚纳群岛 而作为南岛人的后裔 雅普的航海家们大约在公元1000年 就频繁前往400公里外的帕牢 并在那里的岩石群岛上 发现了从所未见的石灰石 这些石头的光泽度很高 也许同样让雅普人产生了美食为玉的想法 所以将其带回岛上变成了一种稀有物品 并以采石场艾瑞村的名称命名为莱石 雅普人的每次长途跋涉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首先要处理好与帕牢人民的开采权纠纷 不得不使用大量椰子制品作为交换 然后用贝壳制作的工具 一点点地将石头切割出来 为了方便和运输 还会像中国的铜钱一样在中间打孔 然后用一根杆子穿过 其中最大直径3.6米 重达4吨 需要50个人才能扛走 接下来还要穿越复杂的地形 才能放到木筏上去 最后用独木舟托回 整个流程大概需要花上两周左右的时间 就像是一次古埃及人开采运输方间碑的简化版 正因为整个过程的艰辛 一颗来世的价值通常需要众多的因素来评估 不仅要看大小工艺这些外观条件 还必须参考这块石头经历过的故事 比如开采的年份越老 当时参与的人越出名 运输的条件越艰苦 甚至死伤的人越多 那么这块石头的价值也就越高 而这种价值判断 也让来时最终成为了岛上的货币 不过神奇的是 它看似属于实物货币 却是虚拟货币的玩法 每当岛民需要支付时 石头的位置并不会发生转移 只需要向全体岛民宣布 你这整块石头或者其中多少比例的所有权 现在转移给了张三 即完成支付 等张三下次需要交易时 同样需要向大家宣布 自己的石头现在已经属于了李四 如此这般每个人都会知道石头的所有权是如何转移的 来时被运回雅普后 通常会被随意摆放在露天过道这样显眼的地方 却不用担心这块石头被偷走 甚至消失也没关系 曾经就有人在运输一块来时时 不小心把石头掉进了海里 幸亏所有运输者都见证了这次事故 所以尽管这块石头永远的消失了 但此后每当它的主人需要支付时 一样只需要向大家宣布 我现在用海里的那块石头购买了王五的房子 那么这笔交易还是会被所有人认可 整个雅普岛上的货币系统 不就正与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技术原理如出一辙吗 一笔网上的交易行为 可以同时记录在无数独立的电脑上 而不再只是记录于银行那样的中心数据库里 也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化 比特币就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货币 需要用电脑烧钱式的挖掘 数量也仅有2100万枚 正如来时需要岛民艰辛的开采 最后得到大家认可的石头也就那么多 由此可见 雅普岛上的经济活动便是一个区块链 雅普岛民们就如同今天独立记账的电脑 而来时就如同比特币 甚至可以看不见摸不着 却又能够量化 每个比特币就可以再分割成一亿个葱 每块巨大的来时也可以相当于若干个小来时 那么这种记账方式有什么优势呢 由于没有了中间商 交易其实会变得更加安全可靠 在中心化的情况下 中心有神不知鬼不觉被篡改的可能性 而像比特币这样的去中心化 则可以通过加密技术使其难以被批量篡改 就算有的节点能够被篡改成功 也很容易被发现 但欺诈行为会使整个比特币的价值荡然无存 也就是说作弊的成本将远高于获得 回看雅普岛上 由于每个人都在记录着石头的所有权转移 所以就算有人离开或者撒谎 都极难影响到其他人那里的账本 那么理论上在每次支付时 让越多的人知道交易也就越安全 最终 雅普岛来时的广泛使用结束于1871年 话说一名遭遇海难的美国船长奥基福 被雅普岛民救下 但奥基福醒来后立刻看上了当地的椰子 决定重金收购 却万没料到这些岛民对他支付的方式 完全不感兴趣 很快奥基福便发现了这里石头前壁的玄机 跑到香港建造了一艘大船 然后携带着炸药前往帕牢 硬是把一堆石灰石运到了雅普 结果立刻遭到了多数岛民们的拒绝 因为这些石头并不是自己辛苦开采而来的 根本不存在价值 可是一群目光短浅的人 却认为来都来了 有人帮忙开采又何乐不为呢 于是向奥基福提供的椰子 就这样岛民的内部分裂接种而来 来石也慢慢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如今岛上流通的货币已经成为了美元 而来石只出现在婚姻继承 政治联盟这些重要的传统交易中 当然还拉动了雅普的旅游业 也成为了当地最重要的象征 大家知道任何国家的纸币 都是一个国家的信用为背书的 每一张纸币其实都是一张欠条 如果失去了信用 纸币就会变为废纸 而来石却如同黄金 稀有而难以获得 所以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就受到过来石的启发并提出 货币的本质并不是信用 而是共识 回看一千年前的太平洋小岛上 竟然能出现如此先进的理念 却是有些不可思议 那究竟是因为这些外来的石头得来不易 让雅普人将其与自己的交易价值联系在一起 但又懒得挪动 才创造了这么神奇的方式 还是说先有了这么前卫的想法 然后去海外寻找稀有物品 来充当这种虚拟货币呢 后者有些细思极口 恐怕又要与穿越小说联系到一起了 欢迎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联系